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前几天逛知乎的时候 看到这么个帖子 被爸妈拖累 该断绝关系吗? 看题目的时候 还以为是父母对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点进去一看 才发现 原来体主父母的经济条件不太好 养老看病都需要花很多钱 而体主觉得 有这样一对父母的拖累 会导致自己仕途不顺 将来妻子孩子也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 不想把资源浪费在父母身上 打算跟父母斩断关系 不出所料的 底下是一边倒的指责 其中有一条说的一针见血 想通过抛弃父母找个好对象 更好地培育下一代什么的 正经人家的好姑娘可能会接受一个有上进心的穷小子 但是大概率 不会接受一个和没有虐待过自己的爹妈断绝关系的人 别说做伴侣 反正和这种人做朋友 我都不敢 都说要看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 就看看他对父母的态度 一个对父母都薄情寡义的人 是经不起任何人性上的考验的 我们从小被教导 百善孝为先 孝顺父母 尊重父母 是做人最基本的品格 只有在父母面前 我们才可以当孩子 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 年纪越大 就越练家 因为越大 接触社会的现实越多 就越能体会到家的温暖和带给自己的安全感 而这份温暖和安全感来自于父母 老舍先生说 人即使回到八九十岁 有父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深以为然 在外面 我们要独当一面 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 但是回到家里 回到父母跟前 我们可以抱怨 可以倾诉 甚至可以不讲理地闹闹小脾气 因为我们知道 父母永远会包容我们 演员梅婷在工作最忙的时候 也要每天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 在北京买了房子之后 也每年都要把父母接来住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她不接戏 推掉一切应酬 甚至连手机也关掉 就一心一意在家里陪父母 有时 她还一手牵着父亲 一手牵着母亲 在公园里游玩 去街上吃各种小吃 她说 在父母的面前 她永远可以当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 而她总觉得 自己是一只风筝 无论走到哪里 线都紧紧拽在父母手里 让她觉得 自己是有人牵挂的 父母就像是我们藏在心里的一座游乐园 只要他们还在 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 偶尔当一回小孩子 但是当他们不在了之后 幸福的时刻就结束了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此生只剩归途 人最大的修养 是原谅父母的不完美 日本著名导演 北野武曾经这样形容过 她与母亲的关系 我用尽一声与母亲较量 最终满盘皆输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 北野武的母亲 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虎妈 不准孩子有兴趣爱好 强迫孩子学习 成绩不好 就对孩子一顿打骂 因为这样 北野武对母亲是厌烦 甚至是厌恶的 在大二那年 北野武与母亲断绝了关系 从家搬出去 独自生活 她以为靠着打工 就可以赚到房租和零用钱 却没想到 一回神 房租已经拖欠了半年 她以为自己还能继续住在那里 是因为房东的仁慈 却没想到房东跟她说 从半年前她搬过来的时候 母亲就偷偷坐出租车紧跟在后面 并且拜托房东说 这孩子傻傻的 肯定会欠房租 如果一个月没缴 就来找我拿 后来 北野武凭借橘次郎的夏天 花火等作品名声大造 但让她心寒的是 她妈妈第一时间想到的 不是祝贺 而是向她要钱 并且从那以后 母亲有了暗月向她讨钱的习惯 一晃好多年过去 母亲生病住院 打电话叫北野武去看她 并在她临走时 交给她一个小袋子 里面是一张以她的名字 开的储蓄存折 1976年4月某日 30万 1976年7月某日 20万 这些年北野武给她的钱 她一毛也没花 全都存着 母亲因为担忧一人 不知道哪天就会走下坡路 而北野武又不懂得存钱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替她做打算 母亲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母亲 她专横 霸道 不懂表达 所以北野武用尽了一生 在跟母亲较劲 但当她真正领会了母亲对她的爱时 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俗话说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自然也不会有十全十美的父母 所以为人子女的必修课 就是要原谅父母的不完美 她们或许古板 严厉 固执 思想跟不上时代 有着各式各样的毛病 但不能因为这些缺点 就忽视了她们对我们的爱 请回答1988里 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很深刻 德善因为父母偏心姐姐和弟弟 忽视自己 埋怨了父母很久 她看到的是一只鸡的两颗鸡腿 妈妈一个给了姐姐 一个给了弟弟 却没看到 爸爸伸手要拿鸡翅时 妈妈拍开了爸爸的手 把鸡翅递给了自己 偏心的父母是不完美的 甚至是不称职的 但就算是这不称职的父母 也永远是爱他 多过于爱自己 父母不是完美的父母 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孩子 我们都在笨拙地摸索如何相处 如何相爱 既然如此 就应该学会理解和释怀 孝敬父母 别等一切都来不及 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在飞机上接受意大利机会杂志记者采访 记者问他 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 比尔盖茨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 他说 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孝敬父母 这句话在我前几年的时候也听过 但当时因为年纪小并没有特别大的感触 总想着来日方长嘛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我开始重新思考这句话 也就是11月初 我刷朋友圈看到一个水滴筹 点进去一看 发现得病的居然是我大学同学的父亲 肝癌晚期 同学本来马上要硕士毕业 都在准备论文了 突然接到这个消息 只能跟学校请假回了国 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见过他父亲一面 印象中 是一个健壮风趣的中年男人 谁也没想到 这才几年的功夫 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上周我去医院探病 他父亲正躺在床上梳着夜 曾经160多斤的男人 瘦得只剩皮包骨 在医院走廊聊天的时候 他说着说着话 突然蹲在地上哭了 他说 医生早上找他去谈话 说病情恶化得很严重 他们可能快没有治疗机会了 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大学四年 读研三年 他在外面飘了七年 念叨过无数次 等毕业了就回老家 给父母好好静静笑 但如今就在他 马上快毕业的时候 却不得不面对 随时会失去父亲的情况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在 人生不会总是按照我们希望的那个样子去发展 多的是令我们措手不及的事情 刚开始工作的那年 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妈突然拿出了二十几根针 让我帮她全都穿上线 她说有一天她想缝衣服 突然发现自己眼睛花了 线怎么都穿不进去 就等着我回家一趟 帮她多穿几根 也就是那天我才明白 原来父母老去的速度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 所以 根本没有什么来日方长 陪伴父母孝顺父母这件事 永远都不嫌太早 别等来不及了 才悔不当初 王小波在《致女儿书》中写道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 小的时候是怕他们 大一点开始烦他们 再后来是针尖对脉盲 见面就吵 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 躲着他们 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 应该对他们好一点 但就是做不出来 装都装不出来 再后来 一想起他们 就心里难过 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 莫过于失去了 才懂得珍惜 趁着我们还年轻 父母还在 多关爱 多包容 别让今后的人生里 充满遗憾 我们都该对他们说一句 谢谢你们 愿意 做我的父母 12月1号之前加入 还可以免费观看 12场总价值999元的大咖直播 11月29号 全国百强小学校长 尔冬老师 将给大家带来一场 主题为 小学生高分写作的直播 尔冬老师的专栏课程 魔法作文课 由读者旗下教育品牌 读者新语文出品 欢迎大家在 11月29号 准时收听 还等什么 马上添加微信 XNYF2333 加入我们吧